人手一杯手搖飲 几乎是现代人每日生活写照 红茶 绿茶 青茶 万年不败的西粉全茶系列 最受民众喜爱 不少人喝茶总说能够解密 有业者统计近六成消费者 一周至少喝两杯手搖飲 有15%几乎一天一杯 全台湾的饮料店 将近2万家 销售额冲破550亿 这么大的商机 这么高的需求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茶都从哪里来 它的来源来接着 不知道 大家喝那么久都没有吃 不是蛮多的茶 什么都是来自东南亚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正常 没差就是觉得哪边来 就是有通过它的检验的话 就是就好了 进口茶进入商用茶市场供饮料之用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统计台湾茶产量 每年约1.4万公顿 整个市场需求有4万多顿 扣掉外销的量 中间落差的切口 当然是进口茶叶来补足 以红茶为例 亦被售价约25到30元 这样的价格很难说是台湾茶 这其实跟产业的发展有关 以前的话台湾其实并不盛行红茶 所以原本在台湾的红茶产量 本来就少 还是以说像鱼池那边的阿萨摩 台茶18号为主 台湾产的红茶只占市场需求 百分之10到15 供不应求 而进口茶具生产成本优势 所以市面上的大吉林 西兰 阿萨姆红茶 大多来自越南 印尼 斯里兰卡或伊朗 正是因为价格便宜 价谢香精 就可以成为各式各样的茶 一包25克的茶包 对 然后我们可以冲泡3000cc的水 对 所以3000cc的水 在15 600的话大概是5瓶 对 但是我们一包的成本 才40块而已 所以大概算起来 茶叶的成本才8块 相同规格 越南茶成本只要四分之一 评价的进口茶备手青睐 根据海关资料 台湾每年进口将近2万顿 越南茶叶 越南的红乌龙 像越南的红茶 像越南的高桑乌龙 它都会跟台湾茶的落差没那么大 对 甚至说它的品质 如果遇到好的制程 好的师傅 好的天气 绝对都不会输台湾茶 印尼比较特别 它们的土壤大部分都是火山灰土壤 也就是所谓的黑土 里面的矿物质含量会比较丰富 所以它的香气 印尼做出来的茶叶 如果是新虫的茶园 它的香气跟风味都会比较上扬跟强烈 海胸浦挂宝镇 东南亚的茶叶风味更加迷人 专门进口境外茶的业者强调 国产跟进口茶的品质差异 无法从单价直接解读 茶叶是农作物 茶只是国民饮料 虽然普遍消费者依旧认为 茶叶市场水很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台湾市场最大的问题 就是长期以来 传统茶商跟传统的盘商 它们对于茶叶的价值定位 都取决于在产地跟海拔 好像大鱼岭的 才有办法卖到两千三千四千五千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 可能不是这个产地的茶 却当成这个产地的茶卖 无论进口或国产 其实所有的茶叶都有等级之分 尤其茶叶并非规格品 采收看天气 制成看书法 同个产区的茶叶 自然价格也不被相同 无奈市场以价格为导向 才会让部分茶商 不愿意向消费者说实话 影响茶叶的因素太多了 它有制成 它有海拔 它有茶园管理 每一个环节 你可能一个步骤天气不好 下了雨 我管你是大鱼岭还是立山的 只要你下雨当天的状况 就是不会好 一批发商来说 又分了大中小盘商 从产地价到末端零售价 恐怕差距不小 要是遇到满天开价的茶商 不懂茶的消费者 只好当作缴学费 不过航家提点 买茶有没有 就是我们俗称的高山茶 1000公尺以上的 你每家一公尺 差不多它的成本价 差不多就是那个价位 也就是海拔1200 你差不多正水茶 就是春冬两季的茶 它的成本就是1200 对 这个成本是什么 是我们跟茶农购买的成本 今天可能一次我们买3000斤 5000斤才有办法 拿到可能一斤1000一 1000二 你看像大鱼岭末端零售 大鱼岭2500 基本上不太可能是正产地的茶叶 采收方法也会牵连到价格 传统手采茶 人工作业时间长 从早上8点采到下午6点 成本高 但叶片完整 少有杂质老叶 只是入水及雾气重 制茶品质增添变数 机械采收则是速度快 采收其集中 一台可以比150名采茶工 但叶片破碎损坏 残枝岁叶长短枝 容易造成行水不逊畅 影响茶汤风味 干燥的茶叶散发的清香 进口茶叶不管机彩或手彩 统统得在此加工 真空包装锁住香气保持新鲜 进口茶商也很讲究安全 坚持弃作的茶叶 我把它的汁梗 再把它另外的挑出起来 那挑起来之后 我们再经过一些低温的烘焙 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在茶叶上面的保存 还有在它的风味上面的层次感 更加的丰富 保存茶叶的原始香气 又增添入喉吞咽的层次感 进口自立20年的老茶商 想以品质改良打破消费者 对于进口茶就是有毒 甚至劣质的彼此 在社会的整个氛围下面 他们就觉得 连这些进口商就该死 破坏台湾原本的市场 但是我觉得 现在不是都讲世界春吗 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用这个角度讲 它应该是相互去做一个竞争 老茶商分享业界一句玩笑话 进口茶的安全性 可能比台湾茶还要高 因为自2004年起 越南茶进入海关 必须经过层层要减 万一没过损失惨重 要进来台湾货柜以前 他们一定会送样到台湾 像SGS或者是TTP去做检验 因为如果没有过的话 这风险非常大 不合格的话 它是整批再退回到原产地去 那相对这些贸易商 它就要再成本就要提高 它再变成再进口一次 当境外茶的品质 有持续改进的趋势 与台湾茶的差异度缩小 面临低价进口茶压境 本土茶商如何突破重围 身为茶庄第四代 蔡徐志以轻农之资 回细职老家接班 他以自家茶园为例 点出台湾茶正面临的重大危机 其实我们的数量就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有限 可能我们在耕种化 不断地去压榨土地 我们有让它修耕 或者说我们不断地去使用一些化肥 来增加它的产量 这个对整个茶余 它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不休根又催生 土壤养分只会逐渐耗劫 导致茶青发酵不完全 而台湾茶树年老衰败 也影响了叶绿素的转换及输送 牵连到茶制与茶器 小叶种的寿命 其实到25年 30年其实都有 只是说它的最高的产量的时候 应该是在8年以上到15年 这个中间的产量跟产值跟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一般的茶数大概在最多吧 25年一定会去做一个泰化 茶产业面临的问题正凸显台湾农业老化 茶区制打造智慧化茶园 以土壤感测器 远端洒水系统进行质量管控 下一步才是地球转型 不要说跟境外茶比 我们跟台湾的茶区比都是最小的 我们只好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 跟一些市场区隔 像我们走有机 我们做文系巷站 做区块链 包括像我们的茶来讲 我们也做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茶包 喝茶这件事情不再是老口口的 就是一定要这样泡 我们可以改变茶的很多的样貌跟面貌 包括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茶食 有做冰淇淋 有做饼干 也有做爆米花 越来越多茶农正在往品牌之路前进 通过多元化经营触角延伸 进一步找到自身的利基 才能让台湾茶再改香 继续稳居领见地位